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听说我今天要被你好好的训练一番 不过呢 我想要知道一下 你当教练当多久了 两年 两年那应该是小case啦 我们试试看才知道咯 真的 我最不怕挑战了 我们就来吧 好 我们走 我们热身的时候呢 我们先手摸在前面 抱起来 跨一只脚 往前跨的时候脚跟要朝天花板 然后膝盖轻轻的点地板 轻轻的温柔点地板 地板很烫 不要蹦到 等一下我可以放气了吗 怎么快 才第一个动作而已 跳一下 跳一下 好 我们已经同宽了 我们手慢慢往下延伸 往上 好 我身体已经开始飙软一点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机器的动作好吗 等一下 让我喘一下 我戴口罩了 我真的觉得修饰非常非常的会鼓舞人 而且呢 对不起 我还在穿 就是整个非常非常活泼 而且在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轻松 很舒服 好 那我们这边的机器 基本上我们是透过气压式的 跟一般的外面的杠不太一样 一般气压的话 它的阻力比较不会像那种 杠有个离心的状况 因为我们是这个重量往下拉 它用气压有比较像是用推的那样 所以你拉上去 跟我们这边先四个五公斤看看 来跟像我们先插到这边 这边这边有夹住东西的感觉 有没有 这边再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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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收慢慢收 过头了过头了 好 再一个喔 拉 走着往后走往后走 身体挺胸扩胸 感觉到这边就好 好 感觉如何 我快想摸起来了 因为很少在训练核心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会觉得很酸 很酸 然后腰也很酸 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呼吸 那你刚刚酸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感觉到酸了 最主要的地方是 应该是核心 核心 最主要是核心在酸 好 等一下我先帮你调个重量 我们从最轻的10公斤开始 听到10公斤就觉得很可怕了 10公斤很轻 真的相信我 很轻很轻 好 一直一直来 好 左脚先喔 走 你膝盖会往内跑 这样就是不好的动作 我们通常是希望膝盖跟脚尖同一个方向 我们来试试看再一次 膝盖跟脚尖同一个方向 对 所以回去的时候膝盖不会往内 对很好 所以我要往外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用再往外 其实只要膝盖跟脚尖同一个方向就好 因为很多人通常比较会往内转的方向 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耶 10公斤 对 10公斤通常都是热身用的 热身10公斤 好 看来好像这个真的是热身的重量 没问题 很正常 腿很有力 哈哈哈哈 来我们来试试看 20公斤看看 来 走 一 膝盖注意喔 然后通常往前伸的时候膝盖不要锁死 就是不要伸到最直 还有点弯度 对 就回来 因为针太直的话 有时候关节锁死的话 膝盖会受伤 力量太强的时候 有时候会反折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点点它的弧度在 好 它有一点点阻力 对 它有一点阻力 它阻力是不是跟一般的杠的不太一样 它比较像有点像气压在压你的感觉 对 有点像推的感觉 但一般钢片比较像是用拉的感觉 所以通常用拉的时候比较有时候像 手的话 我们就感觉手被拉做的感觉 会比较容易出生一些伤害 然后这个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其实你再慢慢回来的时候 你在过程中都是在跟它做抵抗 对 等于是一种离心的训练 尤其是我们这边是很多身心障碍者的 通常肌耐力都比较弱 然后回来快 回来比较慢的时候 它会慢慢练它的肌耐力 因为我发现其实要慢慢回来 其实有一定的难 对 就是你要控制你的脚的力量 对 然后你要在同一个等速的话就更难 要同等速 对 同等速 有时候就要过来就卡卡卡卡 分段式也不行 所以我们会过去慢慢慢慢回来 过去慢慢回来 我开始习惯了 就比较没有那个卡的感觉 刚开始会有一点点卡卡卡的 是不是 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练球了 小匠是吧 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家的感觉可以很放心 只要你不放弃 爸爸永远都会是你的守门员 打开家门 让爱住进来 车祸现场拍照 露营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他 是卓修士 今年39岁 13岁那一年 因为在泰国的一场意外 让他的全身有60%的烧伤 个性乐天的修士 笑说他自己天生就是少了这么一根筋 从小对于他自己的外表 早已经习惯 也不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差别 虽然双手关节严重变形 但是热爱运动的他 开始学习健身 并且考取教练执照 进入由阳光基金会里头的 社会企业阳光活力中心巴德馆 担任健身教练 就是我想问你一个很直白的问题 好 你习惯你的样子了吗 习惯 早就习惯了 接受自己的样子了吗 就一直就觉得没什么特别 就很多人反而是觉得 应该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很特别 但我自己已经习惯了 就有点像说你穿这件衣服穿久 人家可能觉得不好看 可是你就觉得 本来就我的风格 我就觉得还好 就没有特别说不习惯的地方 那你习惯大家看到你的眼光了吗 应该说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人家的眼光 除非他特别的行动 特别的行为 让我觉得特别怪异 不然的话一般来讲 我是觉得都还好 对没有特别 我觉得现在大家社会氛围上 基本上就没有特别的这种奇怪的眼光 那么严重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从原本会在意到现在 你觉得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 在意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的高 对应该是说 在过程之中我就觉得说 我并不觉得说我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那因为我本身就觉得说 只是受一点伤害 只是我伤口比人家大而已 但是基本上还是受伤而已 然后以前我还是 从刚受伤就会跟人家开玩笑 装鬼吓人这种 我把它当做一种玩笑话再过 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当做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还好 对 所以应该是说你天心乐观 应该是说我本身叫少根筋 对 对这种灵敏度没有很高 对 这样是个优点 算是吧 对对对 少根筋可是确实一个优点 对对对 但是我想还是要回到源头来问这件事 就是当初怎么发生这件事 因为我小时候 那时候我在住泰国 那我小时候住泰国的时候 我们外公有个工厂 后面有个野草 然后一般野草高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烧掉 那小朋友就不懂 当时13岁 然后13岁的年轻就是喜欢冒险 喜欢挑战 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试试看 他觉得那我可以烧草 那就用一个很蠢的方式 因为通常我们烧草是先有上一点油 然后再点火下去 那我跟人家相反 我先点火 然后把油送上去 那火就起来 然后油桶就爆了 这样子 就这样烧到 对对对 那时候你在治疗过程当中 应该是蛮痛苦的吧 13岁应该是国中生的年纪 对 我觉得最大的点是 因为当时我受伤的时候 是在泰国受伤 然后再加上当时那边的 这样可以讲吗 就是那边的医疗 跟这边的医疗 还是有点差异 所以当时没有马上回来 然后只有待了半年 所以才会比较严重 对因为在那边之后 很多医生是不敢帮我开刀的 然后其实在台湾第一时间 会帮你做移植补皮的动作这样子 所以我疤痕才会转胀 回来的时候就转乱七八糟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很 在那边会过得很痛苦 就是在这里 对对对 那再加上我一开始会很排斥附件 也是因为在那边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就是我们通常在台湾是 我们先补皮 让皮有弹性之后 所以当有弹性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做附件 因为你关节都有弹性之后 你在做才不会有拉扯到嘛 那在那边它是 你疤痕一长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粘住了 沾黏的时候它是硬拉 所以等于疤痕硬把它撕开 所以这种基本上就很恐怖 所以当时就非常排斥做附件 到回台湾之后 就一直到来阳光之后 我算是当时头痛第一名的 就是大家都觉得 他怎么这个人就不爱做附件 其实那是延续下冷的问题 就是我对附件已经有种恐惧 那你记得你的治疗过程吗 在泰国的时候的治疗过程 记得啊 就是当时就是 我那时候吓到就是 听到要去做附件 因为你知道泰国很塞车嘛 那塞车的时候 我为了不想去做附件 我就从 就直接开门 就跳下车跑走这样子 就是为了不做附件 等于在大马路上 因为塞车嘛 车都停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开车门 就跑走了这样子 因为太痛了是不是 太可怕 不是不是痛 那是可怕 为什么要用可怕来形容 是因为伤口可怕还是 因为就我刚刚讲 那个疤痕已经长得乱七八糟 它是关节是已经黏在一起 尤其那时候我印象 事实上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印象是黏住的 它硬撕开的时候 你疤痕黏住的时候 你就想一块肌肉 肌翅膀撕开的那种感觉 那你是活活生生这样硬撕开 就看到你这边就突然 没有伤口 被硬拉出差不多 五公分的伤口吧 是硬拉开这样 所以那个就很可怕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你在泰国演了一出恐怖片 是也还好啦 对对对 就是 所以后来有 想拍一些影片 然后用泰文去讲 烧烫上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很多支 一两支而已 就是让大家知道 照常上这边回事 那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它的这个复健的过程 你刚刚说 在阳光基因会刚开始 是真的 对你有很大的包容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回来的时候 有很长的时间 都一直当逃兵的状态 就是 一直没有在认真做复健 对 然后就觉得很可怕 也不是可怕 就是很排斥做这件事情 复健到底要做些什么 复健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从手术开始 因为你疤痕 你已经支撑成了 一个程度之后 你根本就 关节角度 根本就没有弹性的状态 你根本拉不开 所以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去做开刀 做手术的动作 把你关节活动 多先打开 就是把你疤痕取掉 然后用皮绊也好 用移植皮膚过来也好 让你的关节先有弹性 有弹性之后 就开始做腹目 或是 因为你角度可能 长期在一个不正确的角度 可能肌肉已经萎缩了 或是已经变形了 所以不要透过腹目 去固定一个 功能性的一个动作姿势 之后 然后到一个固定以外 然后可能有职能 或是物理治疗师 帮你做徒手训练 就帮你做凹凹直头 或是帮你做关节 除此之外 可能就开始练抓拿了 小动作 然后举高 举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偏向一些 基本的一些肌力 小动作 对 小动作 精细的动作 对 那你讲到这个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了 因为你在那个时候 小动作 你都这么排斥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个健身教练 对 到底这一个路 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 你怎么会 从这个小动作开始 要练成 变成一个健身教练 应该是说 我从健身教练 开始讲起 我应该是说 从开始接触运动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运动 所以我就从以前 虽然我不爱做副健 但我喜欢跑步 常挑战一些 自己不能挑战的事情 比如说去 考六公里那种山路 或什么奇怪怪的事情 然后包含到后期的时候 我还去打T拳 就是T拳集 然后去跟人家上擂台 去打比赛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发现 应该是说 从打桌球开始 我就发现说 我没有做副健 我的关节活动度就比较差 我在怎么样练的话 我就是一定会有到一个天花板 会有极限 对 会有极限 我要怎么样的话 势必要从我根本问题改善 所以我从桌球的 打桌球的开始 我就发现 那时候我只有打桌球这种 右手 右手的碗的关节活动度 就没有很高 所以当时我就积极的去 改善我的碗关节活动 我没有去来副健 我只用自己 硬扳硬拉的方式 徒手去做的时候 结果发现我手碗 活动度变好了 那变好之后 我打桌球 很多角度我以前做不到 我现在都可以做了 就觉得 其实是 好像做副健 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就觉得 那就会积极的去找 好吧 我乖乖的去 对 乖乖的去 去做副健这样 因为你有目标了 你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你想要运动 对 你想要运动 更好的运动 你有目标之后 你设立目标 你就会想要改善自己身体状况 因为你碰壁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的话 我觉得我吃饭也OK啊 虽然动作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我吃饭也没问题 洗澡没问题 看电视没问题 打电动 打电脑也没问题 那我干嘛去做 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就是 我们就讲 你开车的话 今天如果只是一台车 你只是去买菜 你就不会想到车要去做改变 那如果你现在这台车 有需要要跑高速什么的话 你可能就要希望做一点改装 或什么之类的 我想拿车子跟我们来做比较 那你觉得你的伤产的情况 有没有让你有任何的限制呢 在复健的过程 或训练的过程 或者你想要变成教练 这个过程 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起初是没有发觉 可是当碰到壁的时候才发觉 好像会卡住 我还要再更努力一点 好像真的就卡住了这样 所以就有点像 我常常把人生就当做玩游戏 就是你想 就是我可能选到一个 能力比较低的角色这样 所以我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去培养这个角色 那他能力才会达到一定的 更加比拼这样子 然后可能在很多方面就要 能力就要比人家更平均更多一点这样子 然后包含我 比如说我手不方便 我有改善了 然后我就发现有了 我当然就很愿意再去做 我原本的 就回头去做原本该加强的地方这样子 那应该是说限制啦 就像上手好了 如果要抓 或者是要去做踢握握的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克服 因为你的手其实跟其他人的手 其实还是少了几个关节 对 那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就当就是我是属于这种就是 我不想做的时候 人家叫我做 我都绝对不会去做 当我想做的时候 人家不叫我不要做 我还会去做 的那种类型的 所以到那时候 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去想各种方法去 我真的不行 那我就像去问问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做这个动作 有什么解决方式 然后比如说我不能握 那我找个钩子吧 那钩子取代手 我手不能推 那我找一个撑 可以把手管固定住 可以推的东西 那就可以了吧 所以就是找一些取代的方案 对 那我这不行 那我骑车又不能骑 那用脚刹车 那可以了吧 对就是会找各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不行 好贵会去开刀 这样子 对就是 你有这个目标 你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你就会去各自各样去尝试 不管开刀也好 找辅具也好 自己想一些有的没的也好 就是去找网路上一堆资源嘛 这个健身器材好像 好像可以耶 那就买来试试看 然后可以喔 那就这样练 你真的是看着你的目标 一直往前面走 对对对 我觉得目标很重要 因为设定目标的话 你要做什么的话 你就会为了去达到你的目标 你会去走这条路 可是你有没有目标的话 我是不会想 想要浪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不是属于那种 我就乖乖做乖做那种 不是我想做什么 好我要为了这个东西 我才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对 从13岁到现在 对 你有没有记得你做过几次手续 数不清 对 各式各样的 对对对对 真的数不清 因为真的没办法一一手 对对对 那每次都会很难过吗 嗯 我觉得一开始 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排斥很怕开刀 连拆线都很怕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有练拳 然后打拳 都被他打到鼻子歪 流鼻血这种 经验都有 然后又想说 那个都被 被揉成这样子了 都那么痛了 那这个开刀也还好嘛 对对对 那你这个都怕 你怎么去上面 去跟人家打比赛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 有个理由去说服自己说 那开刀也不过如此这样 就是有比较 有比较没伤害 對 那你怎么会 有勇气想要开始去做比赛 的这件事 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我先天可能就 输人家一小截了 那我后天还会跟人家去比赛 其实是要很大的勇气 是不服输吗 应该是说一开始 我纯粹只是打桌球打舊的嘛 那觉得想换个运动 那再加上我真的就是發現 我打桌球這些手有進步很多 但是也不可能 人甚至不可能進步這些手 我會想說那找一個全身性的運動 那那時候就想說那去打踢拳擊這樣 這種運動全身有踢有打拳的 那當初只想說那找個理由讓自己附件 找個目標又設定下個目標 然後當然練了之後就覺得 那有就要辦接觸的比賽 就是碰到得分就分開就得分 那種技巧性的沒有真的不打 就不會真的受傷的那樣子嗎 對 話是這樣講的不錯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第一次打比賽 就想說那多贏練啊 那繼續打個比賽啊 那應該是沒問題啊 結果第一次比賽就是碰碰碰 那就是勇者無敵嘛 那種初生之虎不畏獨 初生之虎不畏獨 你在講什麼 就不怕 然後就往前衝 然後後來就想說反正就是 碰到而已就得分啊 那這個大家都輕輕的得分嘛 應該不會受傷 就一個腳踢過來 踢到我鼻子 鼻子就歪了 所以你看我鼻子其實是有點歪的 有沒有 一點點啦 對對對 就一開始就歪了之後就哇 可是你沒有退去耶 對 就覺得哇 第一次被踢歪鼻子 你沒關係就繼續 對 就覺得那我要贏回來 然後就開始之後就開始 就繼續練下去 然後練完之後有進步 就好像可以在挑戰 墊上就是兩隻手的那種 慢慢接觸 然後慢慢慢慢 因為打越久就 挑戰越多 就打到後面有打到擂台過 這樣子 你有覺得自己在打怪嗎 對啊 就是我就說 就像玩遊戲一樣 就是你就在幫自己升登 裝備啊這些東西 慢慢慢慢打 然後只是說可能比人家久一點 可能人家再打一兩年 一年兩年就可能就上擂台 我可能打四年五年才開始上擂台 對 可能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包含我的姿勢 然後我可能真的 生了受限我跑去開刀 然後又去做改善 然後到後來才發現 我就回到為什麼會做到健身教練 其實一開始我純粹就是 要改善自己的身體 那改善自己身體之後 最多的東西就是肌肉骨骼 這些東西都離開不了 就是那個身體的素質要提升 我才可以上去打比賽 所以就開始要幫自己做鍛鍊 幫自己做鍛鍊的時候 就開始就開始研究 要怎麼幫自己做一些訓練 因為我的訓練模式 絕對是跟人家不太一樣 所以開始研究 所以我在買那些有的沒的 然後研究要怎麼去幫自己手 做一些改善 怎麼幫訓練的時候 去找出一些自己訓練的方法 所以就是開始走這條路 然後會來這邊也是因為 也希望可以幫其他人 因為很多人應該也是 就是不知道怎麼幫自己做訓練 然後既然就幫自己訓練過 然後這樣也可以告訴人家說 你可以怎麼樣 大概怎麼樣訓練 或是我的經驗 我身體上受限的經驗 大概是怎麼樣 其實是有個方法可以做訓練 那我想要問問你 就是在13歲之後到現在 陽光基金會有幫了你什麼 很多啊 你要從什麼開始講 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對你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或者是你覺得最實質的幫助 就我無數多信也把我拉回來 然後就是永遠都是 即便我很久沒有做復健 然後我終於想通了 然後覺得我有目標 我要開始做復健師 我回去他也是 願意再繼續幫我做這個服務 並沒有說你之前多難搞 然後就把我提一門再玩也沒有 即便到之前我第一位復健師 到現在還有在聯絡這樣子 都是保持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況 甚至我也沒想到 我會回到這個地方工作這樣子 對 那你當健身教練的期間當中 你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事 譬如說 會不會有學員不相信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當然啦 有人 我有曾經教過學員 他就 你這樣有辦法教權嗎 這樣會懷疑 可是真的去打 你就用實力來證明一切 對…戴了一節之後 他體力已經下到不行 然後我就陪他對練 就摸肩膀或是 你全力打 他打…他已經沒力了 但是我還是沒事 他說 真的很累 那真的要靠實力來證明一切了 對… 是可以的 對… 大概是這樣 OK 今天真的很非常謝謝你 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會不會 謝謝修士 然後等一下聽說我要被你操是不是 還好啦 不會不會 我會讓你心跳很快這樣 好 那我要來體驗一下 心跳很快很快的感覺了 好 沒問題 謝謝修士 謝謝